但冠田 直接問一下 郝龍斌直接跳出來 滿雪初級的直指柯文哲 包括講了台志光 包括講了金華城 盛獲長有沒有圖利白義 所有這些東西 某種程度 就等於是告訴柯文哲 你再來 我就再講 就一路是這樣嗎 柯文哲大家不回嗎 我哥 但郝龍斌運氣很不好 因為他老實講是 準備非常充分 他看到上廣播節目 他的數字幾年前的 十幾年前的 全部都背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是準備充分 但因為後來遇到地震 遇到地震 就天災嘛 所以老實講 這個新聞就被淡化了 不然他這次有備而來 他準備要一刀 把柯文哲給殺爆的 那個把過去的辛仇舊恨 五大壁案 污蔑他 就這次要一舉 把柯文哲擊過來 但是 我出完覺得 冠田家我還有感覺 沒有 感同身受 我沒有認真去看 那個郝龍斌 他那個專訪的那個 那個YT的那個 他真的 他是準備好 他連文都帶出來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 應該是在國外 他居然在看警官的過程 忍了很久 他就想說 好 你們再講 我讓你講 講到等我回來 然後他就所有的資訊都公開 而且讓子彈飛一陣子 飛完了回來 因為現在已經證實幾件事 郝龍斌只是 老實講 郝龍斌沒有什麼新的資訊 郝龍斌是把資訊給 梳理完之後調理化 第一個 我簽的母約怎麼 你比我貴三倍 柯文哲 你怎麼三妹一個月要兩千二 這兩個事情打死 不要再跟我陳志涵等等 不要再講說什麼 三妹不是柯文哲 你比我貴這麼多 就這兩題是完全把柯文哲給掐住 你做了八年 已經不是什麼討論說 這個到底和臺志光有沒有問題 我對他高不高興的層次了 你八年的時間 你不僅讓臺志光繼續往下走 你的合約給臺志光比這些郝龍斌更爽 講完了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其實減蘇培也逮到了 郝龍斌的一些問題 因為郝龍斌的 因為郝龍斌也承認這個合約是他簽的 然後也沒有否認 也講了一下過去他簽這個月的脈絡 但是也很詭異 就是說我們現在民主政治責任政治 BOT案不是不可以有 可是通常BOT案是 我還覺得大巨蛋的合理性 比臺志光案還高一點 因為企業建完了 幾十年之後還給政府 這個硬體是政府 可是臺志光他是做網路的鋪設 就這種東西幾十年之後是不值錢的 這種案子照理講 不需要用BOT 因為其他五毒包含我們新北 都是跟中華地區做租用 租用沒有比較貴 再加上一看那個數字 租用比較貴 你也不需要建置成本 所以郝龍斌等於是 他犯的最大的問題是 他把這個二十五年的約 簽給臺志光 變成一個起頭 可是柯文哲他不僅繼續延續 而且讓柯文哲跟臺志光之間 簽得更不平等的條約嘛 那本來說真的 柯文哲在這事情 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是喔 那個 撿到槍 站在旁邊看耶 喔 蔣萬安時期發生 約是郝龍斌簽得跟我無關 可是後來隨著戰局又往下 五哥我真的覺得 其實藍白這場大戰 因為蔣萬安跟他的對陣 其實柯文哲後來是節節敗退 你看一個指標都知道 柯文哲他們民眾黨 徽下的四個臺北市議員 根本沒有對這個案子 有任何的表態啊 這個案子照一講 如果說是可以大殺蔣萬安 大殺郝龍斌 他們會出來每天開記者會 可是其實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 郝龍斌今天的結論 就是他出來專訪的結論 是鞏固戰果 然後確定就是讓柯文哲的責任 討不掉 當然是有加分 柯龍斌如果這樣講的話 當郝龍斌直接出來的時候 我剛剛講他不只講台智光 對 他甚或反手去講了精華城 然後去推去對比包括兩個案子 包括他自己在那個精華城守成這樣 他某種程度是要把整個火燒到柯文哲身上去 應該講啦 我覺得聽完柯文哲講久了之後 那時候佛也會發火啊 本來講說這個事情就是公事公辦 把所有證據 把所有的合約拿出來檢視 其實就沒問題了 誰的任內做什麼事情 講清楚說不擺就好 但是對柯文哲而言 在他任內裡面講是他幾乎不評論 他講的都是別人任內的事情 好像跟他無關 但實際上大家講很清楚 母約簽完之後 但是真的費率定定那麼的不合理 跟問題之所在 是他紫約裡面 他的那個傳輸光線的費用 是所謂的母約的三倍價錢 而且當時講那個 好農民市長的時候也說了 規定台北市民 對於這個台志光的這個費率 不能夠超過中華電信費率的95% 也就是說是要有折扣的啦 所以雲人上這次訂一個天花板才對 可是沒有想到柯文哲之後 在簽訂紫約的時候 突破了這個天花板 而突破完這天花板之後 他們解釋什麼 完全不解釋 都說為什麼蔣王安市長要多九千萬 完全跳過他們該應付的責任 所以這回好農民市長在國外 我相信也聽了很多啊 像每天都要看這個新聞嘛 吵得沸沸揚揚的 回來一定會反擊他嘛 而我相信以好農民市長的個性啊 其實他不會想你講這麼多 但是為什麼會扯到別的案子 我真的覺得就是真的是不舒服了 所以他特別提到嘛 為何在柯文哲市長任內 金華成案可以拿到史上最高的容積率 他提出來這個問題 那提出問題我覺得很好 大家互相提問題嘛 但是我覺得可惜的是 民眾黨發言人是怎麼回覆的 他是回覆說請好農民不要看到黑影就開槍 請他先關心地震災情比較重要 奇怪了 這兩個疑問好像是不同的事情吧 可不可以閉行啊 沒有互相影響啊 我可以同時關心 他們在躲啦 對就是閃躲這個問題嘛 躲在桌子底下嗎 對啊 就躲在桌子底下啊 連他們的將軍都躲起來了 後輩不該怎麼回答啊 這問題很簡單嘛 地震要不要關心 當然不要關心 但是人家問你為什麼這麼大爭議 你可以一樣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 柯文哲有什麼回應嗎 沒有 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沒聽到 所以我覺得很明顯的 就是任何事情我態度只有一個 就是研辦 查辦 我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市長 有問題通通把文調出來 絕對不能夠浪費名字名高 但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拜託講點合理的東西 不要你罵別人超大聲 當別人挑戰你的時候 通通說起來 講一些似是而非的話 我覺得這對於民眾 對台北市民才是真的不公平的地方 可是博弈剛剛講這段 東豪 你剛剛為什麼直接冒了一句說 對啊就是躲起來 可是博弈剛剛講 你會注意到客人這幾天 他沒有回任何像這樣一些東西 而且麥寮補選不是嗎 他有正當理由 我就long stay 我到麥寮去啊 我關心那個地方 然後包括民眾黨八個委員 全部都帶去啊 類似像這樣 那你們台北 對你們要炒這些東西 就你們去炒 可是這樣在台北炒 真的又傷不了他嗎 現在因為沒有選舉 所以你看不到他的他的傷口 可是跑不掉 因為好龍斌所講說的 因為我最關心的是一件事情 金華城 好龍斌是最熟悉金華城 好龍斌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金華城本來要去標那個雙子星的 被好龍斌硬生生擋下來 還有還有誰比好龍斌更不了解 最熟悉金華城最熟悉小省的省 他還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地底還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這裡面有多少故事啊 那個掀出來的話超級精彩 可是好龍斌為什麼敢講 因為金華城那時候在他任內沒過關 所以他講話可以很大聲 但是如果你講到北流講到什麼 好龍斌聲音就會變小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講二十五點對不對 就跟你講那北市科五十年的 五十年的BOT啊 就是無信銀家族的 對因為星光嘛 星光標下來了嘛 五十年花了四十幾億嘛 那怎麼算 其實北市科那個反而好 反而單純因為就是出價 就是使用權五十年嘛 這塊台志光 台志光是躲不掉的 因為所有的紙約是柯文哲的 對不起修正一下 蔣王後來也有幾個 也有幾個啦 也有幾個 但是大多數 絕大多數的紙約 他是依照柯文哲那時候 紙約延續下來的做法而已 但大多數的都是柯文哲 他躲不掉 逃不了 好所有東西就會變成一個事情 柯文哲可以往誰 柯文哲的話要甩鍋 因為甩給好龍斌嘛 然後後面行賄的不是我任內嘛 那個是在你講完任內的嘛 講完要選連任要自保怎麼辦 所以這一題啊 如果你要躲兩年以後還要再來一次 蔣王沒得躲 蔣王沒有講清楚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連任要出事 那你那時候打好龍斌的時候 你就忘記了 好 這裡面還有一個 他切開一個新的故事 如果說那時候 臺志光是五大必犯之愛的第六個 那金化成會不會 會變成是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金化成那個容積率增加非常多 我想你柯文哲聰明才智 他都知道臺志光就留下最後一道公文 金化成本不知道留下公文嗎 那個變更太大 嗯哼 容積率超 都好像是八百多 好像是八百 對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沒有圖利一百億 所以 吳宜萱在幫柯文哲回答 作為發言人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吳宜萱是完全不在狀況之內 完全不在狀況之內 那個是很可怕的一個案子